S7-1應該大家都知道啦 我不知道啦 不知道啦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可以知道 他們在2010年復刻了前 然後他在今年其實還有在做復刻 但是那一支的聲音我覺得 跟這支會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那個 我覺得性質是差不多的 然後他最特別的就是因為他的中段 他的前段十一期應該是反過來了 所以他中段的聲音很特別 等一下反而試的時候大家可以聽一下 那這個琴我記得沒錯的話 好像當年好像是九千多美金吧 但是從大概兩三年前開始 他就一路漲從九十幾萬 現在好像大概一百零 對這個琴就是 但是我是覺得 因為這個畢竟是炒作起來的金額 對然後我把前段跟後段的實音機 換成了PGA Blues 因為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一組的實音機 比原廠的會更好評一點 對 那 反正試試看吧 很緊張 很緊張 糟糕 還好啦 你砍過Sandy的男人 對啊 上過Sandy捏 然後對 我再講一個 因為他最有名的是 就是他琴樓後面是有被折斷過的 對 對 但是當然這個副就不是真的折斷 他只是在他的那個漆面上面刻一個硬結而已 喔 對對對 然後 欸那我想問一個 那今年的KH他的折斷比較像真的嗎 欸沒有其實我覺得都非常像 兩葉頓的看不太出來 看不太出來 只是說今年的KH的價格 我覺得 對面立刻長得差不多 沒有 其實對面的不一樣 因為他是用冷跟熱 就像剛剛他那把琴一樣 就是他是自然的裂痕 所以這個早期KH是手刻的 對 所以這個東西不一樣 我說他的裂痕是 喔你說後面那個裂痕嗎 對對對 鑽頭他比較像真的還是還好 其實我覺得兩隻都很像真的 因為像這種鑽頭 這種就不是用天然的方式 這個是用手 手去刻 就算是今年的 他一樣是用手去刻 因為那種天然的那種冷熱方式的Ready 可能沒辦法做到這種裂痕 明白 對對對然後 但是球井後面的話 今年的就真的很像真的 因為這個畢竟是能工作 所以比較假一點 嗯哼 對對對 那今年的這個 我沒辦法帶 因為那一隻買了 對然後那一隻的聲音 出力會更大一些些 金屬性 對是這樣 還有什麼問題嗎 金屬性 對對對沒有說是金屬性 那一隻出力真的大很多 對 為什麼 不是他一樣嗎 一樣 但是我覺得 是KHTER 他有KHTER 有加持過嗎 對 他的實音器的那個距離離 旋距非常亮性 但是他不給條 蛤 因為他裡面的螺 他裡面的螺 是不知道原廠設定值還是 他不讓你轉 一轉他就給螺 所以螺絲交給你連上去 沒有 他可以轉 但是你一轉的話 彈簧就掉了 蛤 對對對 我們發現好像 我們問過 好像裡面大概兩三隻都是這樣子 其實這也靈很近 對啊 這也靈很近 但是特殼在正經面 所以出力比較大 對 但是兩隻性質基因是一樣的 你如果不講的話 可能聽不太出來 所以 好 等一下你可以試 這段要把 音量關掉 列音 然後當長者 彈簾 才可以 好 它是一段的時候 你們可以發現 很滑滑的聲音 來自 popped 飛唱 一峻 你玩 在大戰 bah 你玩 等等 你玩 沒 有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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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玩嗎? 你可以玩沒關係,才給溫動,不想什麼? 才給溫動,溫動來買大十年,才能駛飛機,還能不能玩營車 平時,一人五三五六五五六六六六,十五五六六五十五十五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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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